第二十三届奇美艺术奖日前举行了颁奖典礼 历任的艺术奖得主纷纷回娘家参与盛会 娘家当然就是奇美博物馆了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16岁的小提琴家曾宇谦 曾宇谦向奇美文化基金会借得了千万名琴 成为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台湾获奖的第一人 这就是千万名琴的声音 曾宇谦使用的是萨拉沙泰生前持有的 史特拉蒂瓦里鸣琴 这把鸣琴音色及音量都为他的琴意加分 并在全球一线音乐赛中获评审团特别讲 普通的琴只是发出声音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琴的声音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变化 然后像我这次去比赛这把琴 我觉得那个琴的音色非常甜 所以拉很多那种小品就是会 就是非常的有效果 然后我觉得这把琴的 我觉得我最喜欢这把琴的地方 就是除了它音色之外 它的音量也很够 在很多家庭中 经济负担可能是断绝孩子 迈向艺术之路的原因之一 爱此心切的曾爸爸 对奇美文化基金会的协助 有无限感激 奇美创办人许文龙先生希望能提吸后劲 让具艺术潜质的孩子减少经济上的负担 能够更加坚定的在艺术领域中努力 在奇美艺术奖颁奖典礼中 感谢观看